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 那么这一讲,我将继续带领大家去完善我们的这个企业门户网站的首页面的相关的一些功能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上一节我们所讲的一些知识 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上一节我们主要是完善了这个首页面的菜单及二级菜单的实现 那么二级菜单呢,我们这里使用的是JavaScript的编程 结合我们的DAV加JSS来实现的 这个具体呢,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这个视频课程 好了,我们这一节的目标,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讲呢,我们主要实现的是我们的这个Banner广告 Banner广告又称为横幅广告 它是在商业的网站开发当中呢,最常见的一个功能模块 那么不管是我们的企业门户网站 还是我们的这个校园的网站 还是一些政府类型的网站 还有就是一些电子商务网站等等 那么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些广告横幅 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商业价值 我们这里呢,就不多给大家讲 说白了,就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效果 那么一个大型的横幅广告呢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 就能够映入我们的年年 就能够很清晰的 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这是Banner广告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作用 那么对于Banner广告在我们网站的开发当中 是如何去实现的 这里呢,有两个方案 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两个方案 那么第一套方案呢 可以使用这个Flash播放器来实现 Flash播放器 它的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直接添加Flash的播放器插件的代码 到指定的区域 然后我们来指定这个图片的路径 就可以了 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然后Flash播放器实现它的优点有什么呢 那么Flash在这里呢 在我们程序开发当中 它是一般呢,是由专门的美工来设计的 或者说网上呢 实际上也有很多现成的一些插件 这个免费的一些插件 那么你拿过来以后呢 就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它的优点呢 操作非常的方便 几乎呢,不需要写一行代码 因为这个代码都是现成的 直接拿过来使用就可以 那么而且呢 Flash播放器呢 它本身这个制作 它会有很多的播放特效 比如说渐变的一些效果 那么我们这个 它播放出来的这种效果呢 就非常的好看 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 播放幻灯片 里面的这种渐变的一些效果 那么但是呢 Flash播放器 它也有它自身的一些缺点 首先 Flash播放器的缺点呢 我个人觉得哈 首先它这个素材资源呢 会比较大 也就是Flash播放器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素材资源 那么我们的浏览器 在浏览一个网页的时候 当然了 如果我们的用户 半天打不开这个网页 那么可能呢 它就不会去 再去打开这个网页 可能会直接会关掉 当然了 影响这个浏览速度呢 还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网速 当然我们在做一个网站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 要考虑更大面积的用户 那么比如说像一些二三线城市 或者一些 乡镇的一些 这个网络用户 带快呢 可能会比较的低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网站 做的越精炼 资源呢 越少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浏览的这个速度 可能就会更快 那么同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八日广告 它本身就是浏览大图片的广告 那么如果我们 在使用Flash播放器 那么Flash播放器呢 首先我们的浏览器 它首先也要把这个播放器下载下来 才能去播放这个图片 那这是我个人觉得 它唯一的一个 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点 它的这个素材资源呢 会比较大 可能会导致这个浏览速度比较慢 当然了 在现在光纤时代的来临呢 可能这个问题呢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特别是在一二线程式 可能会不存在 然后它另外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浏览器的兼容性问题 那么浏览器兼容问题 因为我们的Flash播放器呢 在设置的时候 首先呢 要设置它的这个像素大小 那么可能在浏览器 不同的浏览器当中 它对这个宽度 它这里呢 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固定的一个大小 比如说我们 要设置这个播放器 它的宽为1000个像素 高为400个像素 那么它就必须呢 要在这个指定的这个 效果下浏览呢 更加的舒服 那么如果换成了其他的 比如说宽屏的 或者说其他的标屏的 或者说大的这个分辨率的 那么可能它浏览器的效果 就没有它本身 在原来的这个分辨率下 设定的这个效果呢 更加的好看 那么这是它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当然了 任何事物它都有自己的优点 都有自己的缺点 当然我们要看怎么去看待 怎么去取舍 这里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简单的 讲一讲这个 如何去实现 如何去实现 这个Flash播放器 那么一般呢 我们以后 如果我们的同学说 我们以后呢 做一些简单的网站 或者要求不是特别高的网站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 这个Flash播放器来实现 这里呢 我把代码呢 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待会儿呢 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那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Ctrl T 把它先复制下来 OK 这里呢 我给大家简单的 这里新建一个页面 Banner Demo 就是我们的Banner广告的一个Demo 好了 那么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我把这段代码呢 直接复制过来 这个是DV啊 DV ID 然后这里面呢 嵌测了一段 加Script的脚本 这段脚本呢 如果让我们自己来写的话 当然也能够写得出来 但是呢 会比较复杂 会比较复杂 那么首先 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播放器 这里呢 有一个 这里面是我们对应的这个图片 这是我们的图片 这个图片呢 就在我们这个文件夹 这个站点的文件夹下面 这里呢 我们需要在文件夹里面去找到 我们需要用到的这些素材 那第五角呢 这个是我们需要用的这个图片 还有呢 这个是Flash不忘器 OK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 复制到 我们的这个 项目制作 都把它复制进来 复制进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这里 这里是我们的这个SRSE 它指定了这个 不忘器 OK 这个不忘器呢 我们已经把它弄进来了 对不对 弄进来了 然后你直接把这个路径改一改就可以了 好 改一改 同样的 在这里 这个呢 都可以不用 把这个删掉都可以 那么其他的 还有这里呢 也需要改一下 就关于这个Flash不忘器的位置 首先我们要指定正确 指定正确 然后其他的就是图片的路径 当然图片路径呢 我们本身就是放在这个imagine是下面的 哦 好了 我们这里呢 来 测试一下 OK 现在呢 这个Flash不忘器呢 就出来了 现在它实现了 我们的这个 版本广告的一个特效的一个功能 非常简单 大家呢 几乎没有看到我写一行代码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些简单的 一些门户网站 或者一些简单的要求 并不是很高的一些网站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当然它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地方呢 可以自己去调整啊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Focus Vitals 就是它的宽度 它的高度 那么这个 这里我们使用的Spider广告 那么这里如果有的同学说 我可不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新闻的一个 呃 轮换呢 当然也可以 那比如说你这里呢 把它调整一下 比如说这是400 啊 这是二百六十 OK 然后它这里呢 它就会变得更小 它变得更小 刷新一下 看没有 它就有点类似于一个新闻的 一个 轮换 效果 这里呢 我们 这个功能 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好 大家下来呢 自己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 好 那么这里唯一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时间呢 这里不好设置啊 这里好像没有给出一个设置时间的地方 呃 这是也是它的一个缺点吧 呃 所以呢 这一块呢 一般要求就是美工呢 在做的时候就要根据用户的一个需求呢 来设置时间 当然我们 如果 使用我们自己呢 编写代码的方式去实现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这个就很好去实现了 呃 那么第二种方案 就是我刚马上也给大家讲的 就是用div 加css 加jagscript 来实现 那么div 加css 实现我们的框架的搭建 jagscript 实现它的一个轮换效果 这里的优点 是什么呢 它优点呢 首先 它浏览速度比较快 因为我们的这个播放的这个框架的实现呢 使用的是div 加css 那么从素材本身来讲呢 它就比flash呢 要小得多 是吧 div它就是一个啊 这个元素标签 而flash呢 它本身 它还有一定的资源 css呢 它是一个修饰 加script 它用来实现它的功能 当然第二个呢 就是它浏览器的兼容性比较好 因为div呢 本身兼容性就比较好 然后 但是呢 它也有自己的缺点 但是缺点呢 就是代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第二个呢 就是播放特效 这个不是很好 当然这个播放特效呢 我们可以呢 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编程能力 去改变 这个实际上也是能够达到的 或者借助一些 juscript的框架 它也能够实现 那我所知道 比如说像那个 gcree gcree 它本身呢 它也有一些 这个显示 或者隐藏的一些特效 但我们今天这一讲呢 给大家讲解的 主要是使用juscript 就是我们敲代码的方式来实现 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设计的一个思路 原理 首先 实现这个图片的自动切换 和这个手动切换 这是我们 这个最终要实现的一个目的 第一个 什么叫自动切换呢 就是我们不管它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的换图 这是一个重要的功能 第二个 手动切换 比如说我们点击下边的这个 点击下边的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会 根据我们所点击的来切换 这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呢 首先 我们还是要用div加css来布局图片 那么只显示一张图片 那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在这个 在这里 我们首先找到这个index页面 然后index页面下面呢 我们先放一个 这是菜单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top上部分 中间部分 我们在这里呢 加上这个banner广告 在上部分和中间部分之间呢 加上一个banner广告 好了 这是一个banner广告 那么id呢 我们可以给他整一个啊 整一个啊 banner box 然后里面呢 再放一个div 然后这个div里面呢 给他放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就从我们这个里面来获取 这里帮着1 所以啊 这个图片的大小呢 自身呢 是1113个像素 因为我们当时呢 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我们给他定义的这个网站的宽度呢 是960 是960 高度这里呢 可以把它去掉啊 实际上这个高度这里可以把它去掉 因为它是一个容器嘛 容器如果我这里给它收入高度 但是我后边如果网站实际的高度 超出了它本身的高度的话 那么它会把这个容器呢 撑破 这里为什么我要去掉这个高度 呃 但是在之前啊 我们为什么要加上这个高度 其原因呢 就是希望可以看得到 这个容器本身的效果 所以 现在 我们 这里呢 要根据我们当前的这个 来给它设置一个宽度 960 宽度设置了啊 高度让它自动的适应 然后ID 我们要给它加一个啊 Banner 1 OK Banner 1 这个是这个图片的ID 为什么要给它加ID 待会我会给它讲啊 因为我们在后 后边加script实现的时候呢 要给它啊 通过ID来获取这个标签 然后呢 来设置它的这个路径 动态的设置它的路径 OK 那么这个就是DAV 这块 我们来 在浏览器当中呢 来 浏览一下 OK 那么这个初步的一个雏形呢 就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 再放一个DAV 那么这个DAV呢 里面呢 是用来放这个按钮 放这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呢 这里我使用了span标签来实现 这里需要几个span标签啊 四个对不对 这里放四个 一 二 三 四个span标签 当然现在呢 它这里没有什么样式哈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默认的样式是怎样的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啊 我们还需要呢 给这个span标签呢 设定样式 使它达到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那这里ID 嗯 span 就是我们的这个 OK 那现在呢 我在这里呢 给它定一个样式 这是DAV DAV 下边呢 给它找到span标签 那么这里给它放一个displine inline 或者inline block都可以 inline block 然后给它设定一个宽度 比如说 15个像素 高度 15个像素 最好可以再大一点 因为它下边有文字 对不对 比文字的这个宽度要大一些 那么在特别是IE6 这样的 bug比较多的 这个浏览器当中 如果我们的这个宽度呢 受的过小的话 那么它会默认的认为是一个文字的 默认的高度 那么就12个像素 至少是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边框 border 颜色呢 这里可以自己去选择 比如说白色 一个像素 OK 那么这里呢 sword 实现 我们现在再来浏览一下 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 边框 然后它文字呢 要居中 text or lane central 文字要居中 然后float 这里我们可以不使用float 直接使用定位 因为我们这里使用的是这个banner广告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给它使用一个定位 present relative 也就是它负容器设置为相对的定位 那么它这个是子容器 那子容器呢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present optionate optionate 就是这个子容器相对于这个负容器的一个绝对定位 那么这里呢 可以left 这里是靠右 这应该是right 10个像素 然后bottom 它是靠底边 bottom 20个像素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我们的标签 ok 20个像素可能稍微砍起来有点高 可以再往下面来一点 这个呢 大家下来自己呢 可以调 自己可以调 比如10个像素 还有呢 就是这个文字本身的颜色呢 啊 这里呢 黑色看起来好像有点看不清楚 因为它背景图片本身就是黑色的 那这里呢 你可以在span标签里面来设置 比如conor conor 比如说白色 三个f呢 三个f呢 这是白色 还有就是当我们鼠标啊 悬停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加一个hover的一个啊 样式 这里呢 给它加上高亮显示 高亮显示 比如说红色 好了 基本的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啊 鼠标一上去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效果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实现 它的这个图片的一个切换 它自动切换 怎么去实现自动切换 那么我这里呢 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提供一个思路 大家看一下 首先 我们刚才呢 在这个页面里面 只布局了一个DAV 然后这个DAV里面 放了一张图片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实现这个图片 自动切换 我们大家下来呢 可以自己呢 去先定一个数组 定一个数组 然后这个数组里面呢 放四张图片的路径 那这个图片的路径呢 就是这个啊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作用呢 就是获取这个Emanji的ID 获取过来以后 然后把这个图片 就是数组当中的 这个图片的路径呢 一致的复制给 这个图片的SRC属性 就像我们前面呢 设置这个 一个元素标签的Display属性一样的 其实原理呢 是一样的 然后当然呢 这个设置呢 它不是一次性的 给这几个标签全部设置 那么它就会全部显示出来 那么这个定时器的函数呢 是SETA INTERVAL OK 然后这个函数里面呢 需要 插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Code Code就是我们函数的名称 你可以把这个名称 当然不是这个函数啊 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定一个函数 写进去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Delay Delay就是延迟的时间 那比如说这个1000秒 OK 这个呢 函数名称 我们要自己去定义 自己去定义 我这里呢 先给大家注释在这儿 大家下来知道 这是个定时器函数 然后通过定时器函数呢 去每隔一秒钟 去调用一次 我们要切换图片的这个函数 切换图片函数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我们这里面写的 将数组中的图片 路径 然后复制给我们要显示这个图片 然后要根据显示图片的数目 来定义这个按钮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按钮呢 一个悬停 就是悬停上的时候 他把这个对应的这个路径复制给他 这个一样的 把路径复制给他 复制给这个图片 当然这个呢 我现在只是简单的给大家 讲一讲这个原理 那具体的实现呢 我们在下一节将继续呢 给大家完善这个banner广告的一些功能 那么我们本节主要就给大家讲解了这个 banner广告的实现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是使用这个flash波浪器实现 这种方式呢 操作非常简单 几乎不需要写代码 这个我在本节课当中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 大家下来也可以自己呢 去实现一下 第二个dav加css来实现它的优点缺点以及它设计原理 那么有思路的同学下来可以呢 自己呢 去实现一下 那这个具体呢 我们在下一节课腔也会给大家去完善 那这节课与时间关系 我们先讲到这里 这里呢 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 第一个就是利用dav加css去实现banner广告的布局 其实非常简单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可以使用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flash波浪器 去实现一遍 我们的这个播放效果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尝试 因为这两种 这个实现的方式呢 在我们以后的这个商业开发当中 都可能会用到 好 那么这一刻呢 先讲到这里 再见